新竹市和新竹县市目前为二持续发放老人津贴的两个县市 市议员郑贵员指出3000元进老津贴有排付的条款 而另一个进老卡每个月600元的使用率却是效果不张 郑贵员议员建议扩大使用范围并到市民卡做使用 让长辈外出搭车消费都更便利 在前市长就有一个进老卡是600块 这600块可以去搭公车可以搭台汽台铁到我们周边的一个县市 但是使用率始终不高 一年只花掉1000多万 我们不是要花钱 这个600块其实是对老人一个尊敬 因为他们过去对社会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敬老 所以这个600块既然这么多年来的使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贵员是在议会特别的有提案 希望这个敬老卡这个600块范围要扩大 那还可以就是说到次月如果没有用完还是可以除此 我希望把它并到市民卡里面 因为市民卡现在有有悠悠卡也可以使用 它的范围很大 你可以到台北台中高雄所有的这个捷印你都可以去搭乘 也可以到超商买东西 所以我在想说市政府应该让被排富的这65岁以上的一些这个老者 他可以领到这个600块 可以去搭车 可以到北节中节高节 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我想这个用卡来消费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郑贵员一言所提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敬老卡的600块呢 转换成没有领到安老津贴的这些老人家的一点零用钱 让他们感觉到受到尊重 那这个部分呢 社会处大概有核算过了 如果说要把这个600块转成敬老卡之外的另外一种津贴的话 大概每年要多支出一亿五千多万的经费 那也谢谢郑议员的提醒 对长者的爱护 因为市长也一直非常重视新竹市的长辈的生活 所以现在新竹市是全国为二 还有在发这个安老津贴的县市 那不过这个部分的经费颇大 所以我们会认真的来研究 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呢 当然我们希望给长者更好的照顾 但容许社会处呢 在跟财主单位商量之后 再跟议员做报告 林荫策及郑鸿辉两位议员 在市政总执询最后一天进行联合执询 并压轴登场 首先就由林荫策议员以香山建设预算被保留 香山人Kipupu为题表示 香山的建设和儿童艺术节多比预算遭保留 他为香山人抱不平 同时林荫策也为伸脏朋友争取权益 他举例市府举办伸脏为旅行是一项很好的政策 但伸脏朋友外出如厕问题上 林荫策议员也提出行动照护床的想法 协助伸脏朋友在如厕后的清洁问题 虽然现在法律有规定要设置无障碍厕所 但其实对于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也许无法自行站立 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自行控制大小便的时候 他们需要包尿布 那么他们出门在外最常遇到的一个困扰 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照护床 让他们可以躺在上面 让他的亲友协助他来换尿布 虽然现在一些亲子厕所都有尿布台的建制 但是尿布台其实它只适合小朋友 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或者是成人并没有办法来使用 那么最近台湾生脏同盟 他们提出他们的诉求 给我照护床 还我如厕的尊严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法治化 规定一定要设置照护床 那么我们新竹市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城市 在今年社会初也推出了无障碍为旅行 鼓励我们这个城市的身心障碍朋友 及他的照顾者 能够一起走出户外 来共享我们这个城市的空间 那我认为照护床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所以要求未来我们新竹市政府就从明年的无障碍为旅行 来推广要准备照护床 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真的能够开心 安心的走出户外 本市现在有一万六千名的身心障碍者 其中行动不变的大概是五千多位 那今年社会初推出的无障碍为旅行 反应非常的好 甚至有曾经有四五年都不曾出过家门旅游的障碍者 在我们这次的旅游里面获得很大的幸福感 那明天我们会继续推动 那当然银策员关心说 那这些障碍者出门之后 如厕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足够的尊严 那他提出了一个照护床这样子的设备 社会处有去了解过 这个照护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 那我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采购 那希望这个厕所可以是多功能的 让包尿部的身上者或长者 他们如厕的时候 能够得到应有的尊严跟方便 在香山建设方面 林依侧议员相当关心三信桥道路和圆培街 148项拓宽工程 以及公道山开辟进度等面向 紧接着执行的郑鸿辉议员 延续林营策议员的议题 对公道山开辟 目前的进度已经进入 内政部都委会的大会议程 未来还要进行听证会的程序 郑鸿辉议员也请市长林志坚 对于这条道路的开辟要再接再厉 我们新竹市的公道山这一条路 可以说是我们很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道路 那其实也是很多市民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目前林市长也说明就是说 从76户的这个反对一直沟通到现在 目前还有6户有意见 那么在前几天内政部都委会也决议要召开听证会 那么让这些有意见的有声音的反对的 大家共同再次来讨论 那我们期待能够尽快的凝聚共识 让整个公道山的路线确定都市计划定案之后 那么可以展开后面的这个征收工程的开辟 让我们打通我们新竹市的这个道路的瓶颈 诚如我们刚刚两位议员所说的 这是市民所应尽期盼的这个重要的交通断点 一个打通的工程 所以两年多来 这个师傅同仁非常努力 也非常谢谢议会的一个支持 还有在地的居民里长 都给予我们在沟通协调上很大的一个协助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已经能够送这个大会来审议 那整个工程的一个关键 会在于这一个内政部都市审议委员会大会通过之后 只要一通过我想后续的这些问题都不大了 那我们现在在11月的应该是11月21号 我们才刚同仁有去参加了这个大会的一个审议 那接下来还会有一场听证会 那听证会之后如果这个拆迁户以及这个不赞成的这个拆迁户 如果大家的意见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共识的时候 那大会通过了这个案子 我想后续我们这个工程我们就会马上来进行 开竹300年 这300年的起始点到底是从何算起 是这个会起许多议员关心的面向 郑洪会议员一样就叫文化局长请他说明 同时也提醒文化局 开竹300年应该不只是一个活动的呈现 而是以在地出发 透过龙恩赠的开墾延伸到新竹的发展 文化传承和生活层次的展现 让新竹市民众了解新竹的发展和眼镜 凯破新竹万事连李洁荣采访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 公司 本身